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今天我们继续讲《现观庄严论》 《现观庄严论》的颂词 我们前面就介绍了《现观庄严论》的题目 顶礼句还有礼师句 也就是说《造论之分》前面已经讲完了 那么今天开始讲《所造论体》 那么《所造论体》分三个方面讲 第一个是略所现观之自信 第二个 广所现观的分类 还有第三个就是说最后的舍意 就是整个我们今天的大科判当中 略所和广所四亿分三个方面 其中略所现观之自信分二 第一是以八种现观的方式来略所论体 还有第二是以七十亿略所之分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主要是八种现观略所论体 首先讲八种现观 所谓的《现观庄严论》 前一段时间也给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 从汉传佛教的历史上看 藏传佛教没有进入汉地之前 应该说所谓的《现观庄严论》是在汉地 是没有弘扬过 只是有《般若经》 自从冷海上发尊法师入藏之后 《现观庄严论》也是在汉地有所弘扬 但是这个范围不是很广的 包括当年发尊法师从藏地回来的时候 然后当时太虚大师非常高度重视 因为后来的众多原因 《现观庄严论》对少数的人讲过 并没有特别广泛地传讲 后来包括农阳法师 还有当时学藏传佛教的个别法师也在学过 像《五台山冷海上师的道场》当中 《青海金刚道场》等等 这些冷海上师和他的弟子在小的范围当中传授过 那么其实《现观庄严论》在藏地来讲 应该说是稍微有点闻思的道场都会学习 像格鲁派以三大寺院为主 然后在各大寺院当中把《现观庄严论》作为最重要的 学格西考核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来衡量 据说现在在国外从今年开始 不但是在各个寺院的南中当中有格西考核的时候 作为《现观庄严论》主要的一个标准 还有说是今年以后就像我们学院 有堪摩一样有女格西 以前好像历史上只有格西没有说女性格西 今年听说在外面有很多准备 大概据说是二十多个人以五不大类为主靠格西 也是女性格西 我在想在藏传佛教当中 比如说堪摩历史上是有的 然后堪摩应该说可能是佛学院 自从法王如意宝建立佛学院以后可能是 女性上面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佛教上的一个学位吧 也应该可以这样讲 然后我们也是要求以五不大论为主吧 我们希望以后在汉传佛教当中 也是应该以五不大论为主可能对整个 佛教徒的综合素质或者他的综合水平来讲 会达到一定的界限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现观庄严论五不大论之一 它并不是一个冥想上重要的论点 而且确实是依靠它能直接通达佛陀现观的密意 依靠中观能通达佛陀所讲到的薄弱空性的密意 那么依靠现观庄严论的窍诀能通达前辈的成就承明者 或者诸佛菩萨的这种甚深密意完全可以通达 所以说我们这次因为世间关心 我也一方面没有时间翻译大量的一些前辈的论断 其实现观庄论如果广说的话 可能一个偈颂都是需要讲很长时间 尤其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虽然自己没有很高的智慧 但是特别喜欢看一些有辩论的 格鲁派 萨迦派以及尼玛派的一些大德们 对一个名词的解释方面有多少个辩论 有多少个泰国这方面很有兴趣的 但现在随着年龄的上升 死亡的接近 然后各方面的琐事的产生等等 好像只是把颂词表面上简单地过一下 其他有些都已经隐藏在基因的法界当中 有些可能也觉得现在有很多的争论和辩论 不知道到底在汉传佛教当中是有利还是无利 我想大家了解的时候以稍微窍诀性 或者以现在的字面意义来给大家解释 也是初步应该这样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可以广说 那么我们今天也就是说 讲《显观传论》的论题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它这里的颂词也特别略 再加上下面很多的法相名词 我们现在暂时在讲八种诗 在八种诗和七十诗的时候 一笼统地讲了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对中观和显观闻思过的人 连佛教的基本名词并不是很熟悉的人来讲 可能会无利云利 也许确实是称飞机 但是这个飞机也是很好的 弥勒菩萨造的 所以跟我们一般的飞机也做得福报大一点 我想这样也是肯定有功德的 种下善根 就是种下善根 因为波罗波罗弥多的法门 无论是什么样的众生 在他的耳边听到这种声音 会种下非常好的种子 会种下很好的种子 因此我自己觉得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共同学习 应该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 那么下面讲 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波罗波罗弥一把诗证说 他这里讲 我们前面可能是 不知道 有个别道友前年年的时候也许有参加过吧 我们讲过了《现观众安论》的修行次第 华智仁波切造的 还有《现观众安论》的法相的略说等等 前面我们讲过这些 讲这些的时候当时我也说了 学习《现观众安论》 首先一定要懂得八识 七十亿 其实《现观众安论》的所有内容 有总体上是大个八识 也就是说 辨执 道执 积执 三种执 有四种加行 正等加行和定加行 还有次第加行和刹那加行 最后讲法身 这叫做八种识 这八种识每一个识都有不同的法来进行表示 总共有七十个亿 这样以后 据我们的《现观众安论》 如果归纳起来的话 最略的话其实三只当中都包括的 然后三只如果再稍微扩展的话 那么再加上四种加行和果位法身 八种识 如果八种识再稍微分析的话 有七十个亿 因此八十七十亿 实际上我们般若这么广大 甚深的般若法门 可以弥勒菩萨的窍诀 弥勒菩萨我们前面不是讲 《现观窍诀论》 那么这个窍诀是什么呢 窍诀是 也就是说八十和七十亿 如果懂得的话 我们以后看《般若经》的哪一个经典 非常容易 因为这里面基本的有些名词和概念 通过这种药识可以打开的 所以我们先要懂得这样的道理 也就是说八种识 他这里这样讲的 说是《般若波罗密》 以八种识来宣说 般若波罗密 我们前面在讲顶礼句的时候 说声闻 怨句 还有菩萨和佛陀 依靠什么样证德呢 修般若波罗密道而证据 证悟空性的 空性实际上是四大僧者的来源 四大僧者的源泉 因此作者并没有顶礼其他的佛菩萨 只顶礼显正的般若佛魔 那么这个般若佛魔 我们可能很多人说 那这个到底般若佛魔是什么样呢 般若佛魔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是从法界空性的层面来讲 他叫般若佛魔 还有这个法界般若 依靠菩提迦罗的不同的修行 他有不同的一些境界 他所产生的无生智慧的境界 也可以叫做现正般若 这里就是说 般若波罗密 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认识他 我们经常也讲 心经般若波罗密度 大般若莫获波罗密度 那么这个波罗密度 你口头上说可能是好听一点 波罗 什么萝卜 波罗 有些分不清楚 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 也是有些说是波罗密度 有些说是密度 有些说好像也是一个天天地叫波罗密 那么这个是用什么法来证实他呢 下面所讲到的就是由八种识来可以进行宣说 如果我们懂得了八种识的时候 以后就知道 所谓的般若就是这样的 自己因为波罗非常甚深 它是一定要用一种其他的法来认证 比如说 在我们好像修行词题当中也讲了吧 我们要懂得厌世通过人世对境的层面来了解 并不是他用法自己的本体直接宣说 因为它是很深奥的 我们世间当中的有些意识通过一个对境 通过他的一种结果 或者说他的一种所取的方式来证实 同样的 这个波罗是很甚深的 因此下面所讲到的八种识来进行宣说 八种识呢 首先是善知 善知的话 这里是变相知 变相知指的是佛的变知 能今所有知 如所有知所舍得 或者说过无缘的一种智慧 他一般来讲是 在佛陀的相续当中吧 佛陀具有特别殊胜和智慧和方便 也就是说具有大悲心和具有智慧的这么一个 能辨知 能劝知一切万法的这种智慧叫做辨知 他一般都是在无学地的时候 在我们世间当中都是没有的 第一个是变相知 所有世间的一切相会通达无碍的 所以叫做变相知 第一个知 然后第二个知就是道知 所谓的道知 我们前面也讲了 他在菩萨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相续当中吧 也就是说对一切道无相的一种 没有相执着的也是一种智慧 其实他也是具有殊胜方便和殊胜智慧的一种智慧 一般来讲他是具有人我和法无我 通达人我和法无我的一种殊胜智慧 这个叫做道知 一般是在菩萨相续当中的智慧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赐一切之心 赐一切之的话 赐这里是过后 之后一切之 一切之是在我们世间当中的 叫机智 也就是说是即我 其实前面是过无缘 然后道无相 即我 他三者分别可以这样讲 他实际上也是具有殊胜方便的智慧 因为这里的机智 其实有身为缘觉的机智 和菩萨的机智 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讲到的机智 应该是菩萨相续当中的机智 菩萨相续当中的机智 能通达身为缘觉相续的 这种智慧叫做机智 当然这个机智也有 真实的机智和相似的机智 真实的机智就是菩萨相续当中的 证悟人无我和法无我一般的 这样的智慧叫做机智 索取的智慧 然后琐瑟的智慧 身为缘觉相续当中的 个别机智 这个是我们下面讲机智的时候 也会说的 那么这叫做三种智慧 一切相相相观 指定极见词 刹那正菩地 下面讲的是四种加行 那么这个四种加行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一切相相相观 一切相相相观 指的是修行一切相相的相相 这个叫做正等加行 正等加行 正等加行实际上是圆满修行 善知的一种相相观 也就是说 下面我们会讲二十个加行 二十个加行归纳起来 不住加行和不信加行 很重要的 意思就是说 四加行就是我们修行的道 也就是说 前面我们所讲到的三种智 三种智都有修行的方法 从开始到最后之间的整个修行的过程 叫做正等加行 总共有一百七十三个这种相 一百七十三个相 次第的全部 一直部落地修下去 这叫做正等加行 正等加行一般来讲 从资粮到达 无学地之间都有 这个界限好像我们以前也翻译过 这是第一个 四种加行当中的第一个叫做正等加行 然后第二个叫制定 制定的话叫定加行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修二十个加行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顶点 也就是说 它最终的一个积淀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在修极致 修极致的每一个阶段 从开始到最后到积淀 到顶点 这个叫做定加行 然后下面讲的是坚持加行 其实坚持加行 每一个修行都有虚虚见经的过程 也就是说 从开始到最后不会超越的 次第次第次第地地会修到圆满 这个也是我们下面会讲 六种波罗蜜多 六种碎莲 实际上是整个六多万行的过程 就是坚持加行 坚持加行当中可以包括的 然后最后讲刹那加行 刹那加行是所有的修行圆满 到了最后接近到五血地的时候 有一个无间道 无间道的话 一刹那间当中 一顿时 所有的修行已经圆满了 这个是 它整个界限在整个有血地结束的时候 一个刹那间 这个叫做刹那加行 刹那加行并不是凡夫人具有的 也并不是一般的圣者具有的 到最后马上要获得五血地的时候 会得到的 这么一个加行 这叫做四种加行 最后现前所有的修行圆满 获得成就的时候 叫获得三生无别的法身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 三者四加行发生 三者四加行有些论师认为是 即三者 道四加行 果发生 即道过 它可以这样讲的 即便知 道知 即知 然后这三种智慧怎么修呢 这三种智慧怎么修呢 通过四种加行来逐渐逐渐修 最后刹那加行圆满的时候 获得了他的过 即道过 可以这么讲 或者说 善知作为对境 那么四加行作为修行的方法 发生所修的结果 这样也可以修 不管怎么样 般若波罗蜜多的话 实际上应该是 一切万法真正的实相 这种实相 无论是谁获得证悟的时候 证悟的整个过程和修行的过程 都有不同的阶段 这种阶段分别为 从智慧的层面来安立为善知 从修行的层面 安立为四种加行 最后结果的层面 立为法身 实际上善知 四加行 最后果为法身 这几个并不是完全他体法 不是他体法 比如说 我们所谓的辨知 其实辨知 也是不离开四种加行 这个辨知 它也有现前果为法身的部分 因此有些相关主要论的 广的这些讲义当中 一方面 他们之间有次第的必要 另一方面 他们比如说 辨知和法身 互相是不重复的 为什么不重复呢 一个是他从极为的智慧 就像我们昨天讲《六祖谈经》的时候 这种智慧 每一个人都是本来具有的 从这个层面来讲的 最后讲法身的时候 无可言说的境界 最后现前的角度来安立 这样之后 不会有这方面的过失 所以般若波罗蜜多 一般来讲 我们以前也是讲过 像即道果也是即般若 果般若 道般若 还有文字般若 那么即般若的话 我们需要现前的心的 本来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的 这个叫做即般若 那么道般若的话 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之间的 圣者相续当中的智慧显观 叫做道般若 然后果般若 最后现前 像佛陀相续当中的智慧 叫做果般若 文字般若实际上用名字 文字 还有词语 结合起来的一种心里特殊的意识状态 叫做文字般若 有些认为文字般若 其实在外面的一种表象 但是外面的这种表象 不是最正确的一个文字般若 能代表佛陀智慧的一种形象 这个可以称之为文字般若 因此在隐藏的大德当中 这四种般若当中 哪一个是最根本的般若 是正确的般若呢 实际上即般若和果般若 大家都认为这是真实般若的 文字般若有些说 这个并不是真正的般若 它是家里的般若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层面 从真正的般若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真正的般若 不是般若 真正的般若就是说 远离四遍八息的 不可思议的 显空无耳的 不可言说的境界 叫做般若 那么这个能不能用文字来代替呢 在到位的时候是可以的 有些大德的话 文字般若和道般若是进入过般若 进入即般若的一种途径 它从趋入正道的层面来讲 它有一个般若的部分 但是真正的 不可思议的层面来讲 文字般若毕竟是一种假象 所以我们也不能另为般若 所以我们现在对文字般若当中 有经典般若和论典般若 像经典般若的话 前辈大德们所翻译出来的所有的 这些光中小般若 从论典般若的话 也是隐藏大德 包括汉地的很多大德对般若法门 作了许许多多的注释 这些注释全部都是属于文字般若当中 然后我们平时 比如说念心经 念金刚经 那么念金刚经的声音 也可以属于文字般若当中 然后金刚经的声音 或者金刚经的形象 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时候 它也是属于文字般若 通过这种形象 让我的内心真正进入般若的状态 这就是真正的过般若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讲到 般若般若弥多 通过八种诗来进行说明 因此我们学般若的时候 希望大家在闻思过程当中 最好每一个七十亿的法相 能背诵的话 可能是最好的 如果每一个法相不能了知的话 下面广说的时候 稍微有点难懂 如果每一个法相比较明白的话 那么下面讲广说的时候 也是非常容易 这是讲的 中国包括法身有八种诗 用八种诗来阐述般若波罗弥多 那么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以七十亿来虐索它的分支 那么这个是按照前面论题的这种诗底吧 先编指 然后道指 然后积指 然后正等加行 定加行 次第加行 刹那加行 法身 那么这八种诗 按照前面的诗底来进行说明 说的时候必须要每一个诗 第一个诗 我们讲的是辨制 这个辨制有十种法来进行表示 其实我们一说佛陀的辨制 我们都可能不知道 佛陀的辨制到底是什么样 佛陀有个辨制的智慧 但是这个辨制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都可能不会知道的 我们用它的一些 有些是它的本质上的特点 有些是它的分质上的特点 有些是它的对境的特点 有些是它的形象的特点 由各种各样的形象来说明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它 比如说我们要知道一个什么什么企业家 这个企业家一说他的名字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个人的学校是什么样的 他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他的身份是什么样的 他现在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从很多方面来讲的时候 最后就知道原来说是这个人 我亲自虽然没有看过他 但是别人介绍 他很多方面的状况来接受的时候 原来这个人应该大概是这么一个形象 我们会知道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每一个这八种诗下面有很多法 有些比如说 编制有十种法来进行说明的 道制有十一种法来说明的 机制好像也是九种法吧 每一个都是有不同的法来进行说明 当你编制要懂得的时候 这十种法 十种法每一个法也有它很多 比如说编制有十一种法来说的时候 第一个 法性 法性也有它很多的道理来说明 这个时候才知道 我们般若当中佛陀的编制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学习现观还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你对佛菩萨的这些境界一点都不想了解 那就没办法了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天天都是很多很多的人 除了钱 除了一些现在现实当中的 一些吃的 穿的 住的之内以外 其他稍微有点神秘的东西都不想了解 一说神秘的话不要说出世间的 连世间的有些深一点的道理 大家都不感兴趣 这些我们可以说是业力深重 下面讲辨制 辨制能代表辨制的有十种法 其中这个颂词是这样讲的 法性欲教书 十种举则分 真心之所以 以为法界之心 诸所缘所为 加开驱如是 资粮既出身 是否变相之 他这里是这样的 就讲了 中共有十种法 我们前面讲了八识当中 其中第一个辨制 这个辨制应该是用十种法来了解 我想学了相关庄严以后 应该知道到底佛是什么样的 佛唯一的特点 它有辨制的智慧 然后这个辨制我们用这十种法来明白 菩萨有它的不共的特点就是有辨制 道制 这个道制也是下面讲到的这些法来 进行表示的时候应该会明白的 首先讲到佛的辨制能说明的最主要的 当然除了这十种法以外 还有没有佛的很多功德能说明的法肯定是有的 但是不一定 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应该是很恰当的 比如说我要认识一个领导或者认识一个老板 我们给他最主要的用十个特点举出来的 是不是除了这十个以外还有没有他呢 应该是有的 他的公司 他的地位 他的财富等等 由这十个问题来认识他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他自己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他的密宿 他的牙齿 他的什么什么有没有呢 就有的 这些我们并没有聚 所以佛陀的辨制除了这十种法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法来说明呢 应该是有的 但是这个作为弥勒菩萨他没有聚 如果你想聚的话再加上十几个 二十多个也可以 那么这里主要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法心 还有教授四种抉择 真心的所依 还有真心的修行的所缘 修行的所为 还有开甲修行和修行的趋弱 资粮修行和出身修行等等 总共有十种法来说明的 首先是第一个 佛陀的辨制要了知的时候 一定要我们下面会讲到的一样 菩提心 法心具有智慧和 利益一切众生的大悲心 不多而变的 也就是说愿一切众生 一定要趋入佛果的这样的智慧 智慧和悲心具足的菩提心 这个是佛陀的辨制法能表示它的最重要的 下面会讲菩提心的分类 菩提心的本体等等 这是其中的一个 第二个讲教授 他这里讲教授 讲教授主要是修行的方法 我们发了菩提心 大乘佛法发了菩提心以后 那么这种菩提心是怎么样修啊 修行的教言 这个教授真正的教授 都一地菩萨以上可以的 但是相似的教授 一般没有得地的 甚至凡夫人经常讲教会 现在很多学校的老师也好 很多人教授 教授 提心 一定要用那种甚深的智慧 深深智慧所引发出来的一种修法 或者说这种窍诀 教授 就是教授 这个我们下面也会讲的 其实发了菩提心 需要一种教授 这种教授 真正的教授是佛菩萨 他会赐给我们的 但是一般的教授 凡是有利他心的 没有自私自利的心 都可以相应地给别人 这个是讲到了教授 然后修行的时候 主要是讲抉择者 那么抉择者 我们知道是要获得了 大乘见到的话 最必要的条件就是加行道 那么加行道 它具有五种特点 也就是说 断功德 正功德等等 还有所远功德 具有五种特点都是什么呢 就是加行道的 人为 定位 乱为和世间圣法 也就是说加行道是成为 我们修道过程当中最重要的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讲吧 佛陀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法心当中来的 那么这个法心 依靠教授而产生的 当他得到教授之后 怎么样修行的呢 就是从资粮道 加行道开始修的 从加行道的时候 一定要经过乱定人 就是这样的过程 这样来修行 修下去的 这里面讲抉择者 四种抉择分 修行的过程当中 需要修行的所义 修行的所义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来讲 菩提加罗自己的心 当然修行 依靠他的身份 还有心的所义 有身体的所义 我们的人身等等 如果没有得到人身 可能没办法修行的 然后还有修行的 最主要的所义是我们的心 这个心按照显宗来讲 第二传法论当中讲 我们心的本性 叫做法界 按照第三传法论的意思来讲 我们心的本性 叫如来藏 那么不管是如来藏也好 法界也好 凡是我们的心 肯定是修行的所义 如果这个所义没有的话 都没办法修行 所以讲修行所义的时候 会给你讲到心态 包括法心的所义等等 讲修行之所义 那么修行之所义 为法界自行 他这里颂词当中讲 修行的所义 按照第三传法论的教义 法界自行 我刚才说 第三传法论可能会说如来藏 如果说我们在密宗当中 修行的所义应该是光明决心等等 这样讲的 所以就讲到了修行的所义 然后会讲到修行的所愿 那么修行的所愿实际上是 所愿的一切的有漏和无漏法 或者说是世间和出世间法 我们前面可能好像修行的所愿和修行的所为 文字上不是很多的 广说的时候 如果你们想了解的话 最好下面的广说 自己提前稍微翻一下就可以 密宗的有些窍诀 后面的部分都是不能随便翻的 当你讲的时候 当时看的话 开悟的时间比较快 而显宗当中 你想了解这个略说的话 最好后面部分翻一翻 修行的所义到底是讲到了什么 修行的所愿 修行的所愿 有落无落 如定出定 出世间的一切法 这是我们修行的所愿 其实这个修行并不是断一个 我们现在的有些修行也好 知识的所愿 很狭隘的 说实在的 比如说有些人大学里面 到了庄科的时候 他只顶着一点点 有一个地方挖一个经一样的 整个无边无际的所持当中 他只大庄庄挖一个经 我要研究环保 研究科学 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都没有 但是这里大乘佛法的修行所愿非常广大 有漏无漏的一切万法 会这样的 修行的所谓 不共的修行 也就是说 它的目标 修行的目标是什么呢 最终要得到大断 大正 大心 三大吧 我们后面讲的是烦恼 所知障全部断除 叫做大断 所有的智慧全部都是正物 叫大正 这种正物叫无所有的佛的智慧 叫大心 这样的下面会讲三大 这个是修行的所谓 然后就是披甲修行 他这里讲开甲 披甲修行实际上就是说 智慧和方便双云的一种意乐 也就是说 发了无上菩提心之后 我们会有一种非常坚定的心态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军人 你披上开甲之后 外面的箭 矛 或者什么样的子弹等等 这些都是不会有害的 不会有机可乘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有了发菩提心的 智慧 方便 双云 心灵的铠甲 那么走多远 发什么样的心的话 那不会有改变的 这是从意乐上面讲 他发了这样的大乘菩提心之后 有一种坚定的信念 他这里面主要讲 从六度的发心 六度的修行 讲到非常坚定的六度修行 趋入修行不但是从你的发心上 有这样的铠甲 披上铠甲 有一种发誓言 而且在行为上真正进入这样的 入顶 出顶 从下面都会讲九个修行趋入 用九种不同的修行 祭道果方面 真正趋入菩萨的六度万行 不可思议的境界 从出顶上面 入顶上面 会进入这样的状态 这个叫做趋入修行 第九个叫资粮修行 资粮修行的话 所有大乘菩萨的这些修行 不会堕入一边的 既有福德资粮也有智慧资粮 也就是说 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双远而行持的 因此在菩萨的所有 从加行道一直到最后佛果之间 它不会偏入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 因为没有很好地去学习 怎么说 大乘佛法的原因 有些都是特别堕入福德资粮 他根本不会空性方面去修 有些人只进入一个空性的状态 福德资粮方面 一点都不会去重视 这是一种偏多 所以大乘的真正修行 他不会堕入一边的 又附会双运的 最后有一个叫做定身修行 也叫做出身修行 这是很多意思 他翻译的 有些说是畜生 有些说是顶礼 有些说是处理 有不同的说法 但实际上他最后必须获得了 断正圆满的这种修行 无生的一种智慧 他是从原来我们不良的心态当中 真正获得了断正圆满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智慧 叫做定身修行 这种定身修行 下面会讲由八种道理来进行叙述 总而言之 以上所讲到的这十种法 他这里也不是讲了嘛 是佛变相之 那么以上所讲到的这十种法实际上是圆满正顿酒 如来他会通过转法轮来利益众生的一种增上缘 那么有些是他的本体来进行说明的 有些是佛陀编制的本体来说明的 有些是佛陀编制的一个智慧来说明的 还有甚至有些用对境等等 用其他的方式来说明的 总而言之 如果我们从大地上能了知这十种法的时候 才会明白佛陀编制的智慧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学习显观传论的必要是什么呢 对佛陀的境界会产生不共的信心 原来很多人认为释迦牟尼佛好像是很多人在印象当中 他们翻开历史的时候 这是公元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时候 印度出现一个几番王的王子 他因为种种原因已经出了家 出了家以后比较聪明 有智慧 写了很多书 是这么一个王子 那这种形象能不能说明佛陀呢 其实这种智慧都是我们一般的一个王子出家 出了家以后他很了不起 他写了多少书 世间的一个名人也可能会做得到的 但是这个跟完全是不相同的 以前我们讲《世尊广传》的时候 从他印度度生累积的一种智慧来讲的 现在弥勒菩萨讲佛陀编制的时候 从他的智慧的不同侧面来了解 他在印度加行道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见到的时候是什么样 修道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每一层的功德和它的特点 跟我们一般世间的凡夫人都是根本没有的 甚至像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那样 实地菩萨的话 那他们的境界上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如果我们懂得这些道理的时候才知道 佛跟菩萨是不同的 菩萨跟我也不同的 所以我们从广义上讲 当然看到一个年龄稍微高一点的 老菩萨 老菩萨 阿弥陀佛 好像看到所有的众生也是 阿弥陀佛和无二无别 这样也可以 但实际上从断正功德方面 你学了相关转来以后 知道原来佛陀会这样的 所以这是简单地说佛陀的 也就是说 能说明辨知的十种法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能表示菩萨道指的法 有十一种法 宁起阴暗等 弟子领语道 即使他功德大胜离间道 作用即圣戒暂时并成阳 回向于随喜无上座义当 修行最清净 使命为修道如是所从之菩萨指道之 这个叫做能说明 菩萨道指的十一种法 其实这个 怎么说啊 我把佛陀可能坐在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 去诗曲求学的时候 上师如意宝一直都是头盖如意宝 然后头盖如意宝道场的对面 当时也是有一个叫做 我把佛陀叫多阿丹比尼玛 他也是建立一个 可能当时来讲大概是一百来个人吧 法王说 法王如意宝曾经在他面前 也是受过死心地的灌顶 他可能大概是五几年的时候 实现缘起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他有个特点是什么呢 他跟其他道德都是不同的 他在很多的境界当中说 他亲自见过弥勒菩萨 然后弥勒菩萨的一些加持融入他的相续 所以以前上师如意宝 我还没有来学院的时候 上师如意宝传过 这个吾巴护佛我们曾翻译过的讲解 这个文字很劣 但是我原来学的过程当中 自己发现哇 大德确实是不同的 他真的是通到了弥勒菩萨的颂词意义 虽然我们藏地讲义特别多 像格鲁派有宗喀巴大师的四大弟子为主的 好多好多讲义 每一个讲义的文字也是特别丰富 然后在尼玛派和撒娇派以及其他的 包括盖据派等等 在藏传佛教当中 相关专论的讲义都是相当相当多 但是有些讲义虽然文字很多 但真正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词 能把颂词的真正秘义掏出来的 那这种应该是很多的 但是我觉得东阿丹布尼玛他所造的讲义 应该是非常殊胜的 因此在他的一些讲义你们方便的时候也好好看 然后文法仁波切他弟子整理的叫做《百典化论》吧 也是不光不略 非常好的 同时我希望每天所讲的内容最好自己也是应该参考 否则当我们讲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参考其他的书 也没有好好地语习以后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很难说我们一般人闻思的时候 每天都是应该把每天所讲到的这些内容 最好是反反复复地参考很多的资料来通达 如果没有这个时间的话至少也是一两本讲义 应该要好好地对比 那么这里的十一种法 菩萨的道指用十一种法来说明 真的吗 那么这个十一种法来说明实际上就是说 宁七阴安当时佛陀在印度传薄弱大法的时候 当很多天人包括四大天王等 金居天为主的一些天人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相续当中有傲慢心 并不是很接受 佛陀当时身上发出无量的光芒 摧毁他们天人的光 让他们相续当中的傲慢心逐渐逐渐已经消失 这个算是在这里佛陀的一种特殊威力吧 我们经常讲道指之分 这个道指之分算是第一个法 也叫做令起恩阿当 这个是什么呢 依靠道指的殊胜功德能摧毁其他 包括天人在他们相续当中的一些不良心态 那么也就是说菩萨相续当中的这种智慧 能压抚其他没有功德的心态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令起因安当 然后这个弟子 令女道 这个是两个法 首先是弟子 弟子讲的声闻道 那么声闻实际上它了知一些我无缘的空性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小乘当中的弟子 也就是说声闻 声闻它了知人我无缘的空性 那么这也是道指的一部分 这叫做声闻道 也叫做弟子道 这个是第二个 令女道的话 毒绝有两种 其中有一种像灵教那样的毒绝 还有在纵会当中的毒绝有两种 不管是哪一个毒绝的话 凡是他们也是通达了人无缘的全部 然后法无缘的部分 他的智慧也算是一种道指 所以说我们讲记者的时候也会讲到的 但是在这里讲道指的时候 因为作为菩萨他既要懂得天人相续当中的这些境界 又要通到声闻相续当中的境界 还更要通到圆觉相续当中的境界 所以如果他不通道的话都不行 比如说我们一个幼儿园的老师 那么这个老师也要懂得孩子的心态 家长的心态 如果不懂的话他当老师的资格都没有 因此菩萨的道指 首先声闻和圆觉还有天人等等 他们的相续必须明白 这是我们讲到的前面的这两句 然后即使他功德大胜见道之 那么见到了菩萨自己 和还有其他的不共的功德 也就是说菩萨相续当中的 利益众生的一切其他的功德 那么这个是一般来讲 我们资粮道和加行道的时候有没有呢 有时有一些 但实际上只有见道的时候才完全 所以见道菩萨的道者也叫做一地菩萨以上的道者 下面都开始见道过后修道 修道是从第二地菩萨到十地菩萨之间的 修道这里分了很多 作用即圣戒暂时并成阳 会相遇随喜无上度作义等 修道道指分了很多 首先是修道共用 修道共用实际上就是大乘修道的修行作用 我们下面也会讲 比如说具有大乘修道境界的人 不管是住在哪里变成佛塔 对众生带来无比的利益 其实具有修道者的这种功用 有非常多的一些能利益众生的 哪怕是他住在世间当中 对世间的天灾人火这些都会消失的 所以这叫做修道共用 修道共用当中还有对修道有圣戒修道 圣戒修道主要是用修道之后的后的智慧讲的 其实我们凡夫人当中也是有没有修道呢 是有修道 比如说凡夫人对修道特别感兴趣的 平时都是有想修行这叫做圣戒修道 圣戒修道都可以这么说的 但是到了二地菩萨以上的修行 这种意乐更加强烈的 那么这个就叫做圣戒修道 圣戒修道它可以分三个方面的 它这里分三个方面是那些暂时及赞扬 这个是在圣戒修道当中分的 圣戒修道当中怎么分呢 为了利益自己对修行很有乐意 这个是诸佛菩萨经常会赞叹他的 叫做暂说功德 还有一种菩萨对自己和他人的修道非常感兴趣 那么这个叫做恭敬佛菩萨当中 经常用恭敬的词来说明的 还有一种菩萨他对自己不太惯的 意味地利益众生 非常感兴趣 这个叫做赞扬赞 恭敬 或者恭敬也可以说 诚实也可以说 然后赞扬 颂词当中是这三种吧 赞 诗 还有赞扬 这三者其实在圣戒修道的不同的分类 下面会分开讲的 这是修道的不同的分类 然后下面修道有出顶的修道和入顶的修道 分两个方面 出顶的修道有回向修道和随习修道两种 那么回向修道的话 自己对修行的这些功德 所有在厚得的时候 回向给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 这样的智慧 具有这样智慧的修行 叫做回向修道 还有具有殊胜的这些善格 在厚得的时候非常欢喜 也就是说厚得过程当中 对所有圣者的这些善格进行随喜 那么这个叫做随习修道 那么这个也是厚得的时候 下面也会广加的 那么这两个主要是出顶为主的 然后入顶的时候 修行修道 修行修道一般是在大乘修道 也就是说 我们颂词当中讲的是无上作义 无上作义是我们的修行 最后圆满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无间道 无间道的智慧 其实它是入顶的一种状态 但是入顶的状态 很快的时间当中 马上会获得了 金刚御丁的这么一个境界 叫无间道的 那个时候的智慧叫做修行修道 还有一个清净修道 清净修道的话 大乘修道当中 最后马上已经获得了解脱道 那个金刚御丁就得到了 它无一地已经获得了 那么那个时候的境界 叫做清净修道 所以我们以上 总共有十一个法 十一个法当中 前面有声闻 怨觉 还有胜过天人的这几种智慧 然后是剑道的修行法 修道当中有不同的吧 一个是修道的功用 修道的圣戒心 圣戒心分为赞粮 恭敬 还有成阳等等 这样来分的 圣戒心过了以后 回向和随喜 还有修行跟清净不同的 入定和注定不同的 那么不同的层面 战术的这些法能说明什么呢 就是菩萨的道指 这种作为聪明的菩萨 他的道指是通过剑道 修道 以及通达声闻缘觉的一切智慧 来说明修道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十一种法 完全明白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剑道以上的菩萨相续当中 有哪些特点 下面我们会一个一个闻思的时候 才知道 所有的菩萨具处在哪里呢 他有什么样的修行的功用 他随喜地跟我们随喜地不同 他回向地跟我们回向地不同 他安住的解脱道跟无间道 跟我们安住的解脱道跟无间道不同 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明确的一些 我们表面上看来是一个 比如说解脱道 无间道 或者随喜回向 但实际上 凡夫的回向跟修道者的回向 完全是不相同的 因此我们会用一些相同的名词 但是我们确实也是不太懂 专用他所制定的内容 有时候学习佛法 光是一个名词来了解的话 恐怕还是很困难的 因此这四种法 就是菩萨通过道指来利益众生的 最好的一个增上缘 当然这些十一个法当中 有些通过他的本子来说明道指的 有些通过一个分子来说明道指的 有些当然他的对境等等 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种法 他的数目还有他的次第可以说是决定的 顺序也是决定的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前辈大德当中 这方面也是有一些辩论的 他需不需要更多呢 一般最主要的十一个法 完全都是可以能说明 所以他的数目也是决定的 那他次第能不能决定呢 次第也是决定的 次第决定的原因呢 华智仁波切在他《前光撞论》的中说当中也会说的 为什么说第一个道指之分 最后一个为什么说是清净修道 这个也是有原因的 他的次第也是会决定的 因此我们讲《前光撞论》的时候 一方面要遣除一些正义 别人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一些地方 我们要有智慧 一定要遣除对方的一些不合理的法难 可以要 另一方面 我们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也好 或者闻思过程当中 《前光撞论》当中 其实要讲到佛的辩知 佛的辩知是由十种法来说明 我变成佛的时候 实际上我会具足这什么 然后我变成菩萨 我作为一个菩萨 我相续当中具有道指的时候 由十一种法来说明我相续当中的道指 那么最后我有机制的时候 我的机制也是下面的这些法来说明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前光撞论》的时候 恐怕刚开始的时候我发现有些道友稍微打瞌睡 但是这也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说明已经乘上了弥勒菩萨的 所以也是一种回向 也是随喜功德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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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